我们要怎么去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附近 定个大图钉 在地底探险的一个技巧就是 如果你在地面上 你知道这个神庙在这边 你定个大图钉 然后你按B返回以后 虽然你现在地底 但是你看你的地图 你看你右下方的地图 你右下方的地图 还是地面上的地图 而且还可以又显示那个大图钉 所以我们就可以照着 那个大图钉的方向 去找洛贝利 就是往我们刚才标的大图钉 红色大图钉的地方 你就可以找到洛贝利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 跟我一起来玩 萨达传说王国之类 我身为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地底冒险 开启照相机的功能 我现在人在监视堡垒这个地方 整个地图的中央 那我们就来去跟贝洛利讲话 还是洛贝利讲话 如果你到这个地方 你就看到洛贝利 跟乔舒雅 我们跟他讲话一下 Good morning 真是一个lovely的morning Hey you 你身上真的有普洛雅平板吗 没错 虽然那是密跟普洛雅一起设计的 但是毕竟把它组装起来的是密 所以密本来讲称他为洛贝利平板 洛贝爷爷 你有专心在听乔舒雅讲话吗 乔舒雅在讲什么话 哦 对了 所以刚刚说的是什么 他想要去地底调查 小朋友要去地底调查 既然你不想听的话 乔舒雅就自己去升血哦 唯独这个地方 No good 绝对不可以去 地底是在升血里面 发现了广大空间 几乎没有进行过调查 就连密也对那里有什么很interesting 感到兴致勃勃呢 不过同时也是个very dangerous的地方 多差一些英文在里面 密怎么能让乔舒雅去那种地方调查呢 万一普洛雅得意门声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密就会the end 完蛋啦 只要调查这个画着人形的图 应该就能对地底有更多了解 什么是画着人形的图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对话 乔舒雅是地底调查的负责人 所谓画着人形的图 是调查队在进行地底调查后 带回来的收集品所找到的 什么 这是什么 这就是这块碎片上面所画的图 两竹散立 并局势单手这个姿态 不觉得看起来很像人类吗 如果这个画的上面的图真的是人类 那说不定能成为 地底有人类存在的证据 就乔舒雅很喜欢研究 所以他想去地底 直接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残留 和图上所会相同的东西 可是 洛贝利不让他进去 他知道了要调查画着人形的图这件事情 就交给命跟林克吧 林克吓一跳 为什么是我啊 又就用身上的普洛雅平板 找出和那幅图相同的东西 然后用照相机拍下给乔舒雅看吧 什么 我们还没有照相机的功能 等一下我们要开启照相机的功能 等一下洛贝利会帮我们开启照相机的功能 你不知道怎么用照相机吗 那可是普洛雅平板的基本功能 看起来你还没有熟练使用普洛雅平板 不过没关系 蜜会教YOU使用方法 跟着蜜走吧 地下也会出现很多怪物 所以就拜托 YOU当蜜的保镖 要从南方的深穴进去 监视堡垒南方的深穴 蜜要先出发了 YOU准备好就过来吧 啊 See you soon 就这样 一溜烟就不见了 走掉了 那乔舒雅还给我们光亮花的种子 因为地底可能很暗 我们可能没有光亮花的种子 所以还给我们光亮花的种子去地底冒险 还给我们木剑 很贴心很贴心 我们就可以把木剑上面绑的 光亮花的种子 射到远处就能让远处亮起来 我们就来进行这个任务 主剧情的挑战 我们可以直接按地图 我们之前有解过 我们按LR的R 然后选到地图 我们之前有解过 这个深血附近的神庙 就智慧之轮那个神庙 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传到智慧之轮这个神庙 就可以去 这个深血里面探险 这样我就传到智慧之轮这个神庙 我传到这个神庙以后 前面就是洞穴 不要碰到这个红色的黏翼 然后我们跳下洞穴去找洛贝莉 跳下去的时候小心点 你可能会摔死 所以要开你的滑翔翼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滑翔翼的时候 我们没有来这个深血调查 我们一到这个深血以后 应该会看到一个NPC 他叫做哈奇诺 他是佐纳乌调查队的哈奇诺 洛贝莉先生吩咐我在见到您之后 要将您带到他身边 但是由于他是突然被找来的 所以准备的光亮花种子已经用完了 没关系我有 他说洛贝莉 往那个光芒的地方走了 然后越走越远 大家有下来过弟弟吗 地底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然后超暗的 就有光亮花的种子 你可以用丢的 丢出去 可以让附近的地方会发亮 或者是你可以 把光亮花种子装在弓箭上 射箭可以射比较远 会比较大的范围会发光 那我们就来探索地底 那 我们就前去那个发光的地方先 那个前面的发光的地方 叫做树根 在地底有很多很多的树根 那如果你碰到那个树根 调查那个树根以后 附近就会发光 这样子 下面生物也完全不一样 我们刚才抓到的是暗萤火虫 暗萤火虫不晓得可以干什么 欢迎大家告诉我 是根 地面上的萤火虫一样吗 有些支线任务需要暗萤火虫吗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树根这边 我刚还没有发光亮花的种子 没有射一个键 为什么 因为如果 你在地底碰到这个树根以后 附近的地方都会发光 所以我能省就省 我就 不用我的光亮花种子 直接 来到这个树根这个地方 我们来调查这个树根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地底不是很熟的话 我来介绍一下 大概地底是个什么结构 地底有很多很多的树根 那如果打开树根的话 就可以把周围的地图打开来 就周围就会发亮 有点像是地面上的高塔的感觉 不过地底的树根比地面上的高塔多很多 对 如果你开了树根以后 附近的地图就会打开来了 那关于这个树根有些事情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 这个树根的上面 地底 如果有树根的话 地面上就有神庙 比方说我现在在这个地底 这边有个树根 这边是欧尼西欧级之根 那如果我这时候按上下左右键的上键 你就会发现地面上有个神庙 这是第一个你需要知道的 地面上有神庙的地方 地底下就有一个树根 所以你想要开这个地底的地图的话 你可以把地面上的神庙都找到 然后依照地面上神庙的位置 去找这个地底的树根 然后还有就是地面上神庙的名字 跟地底的树根的名字是相反的 比方说我这个神庙叫做 吉欧西尼欧神庙 那下面的树根就是相反的名字 叫做欧尼西欧级树根 比方说我现在到下面 到地底下 我还上下左右键的下键 所以树根叫做欧尼西欧级之根 那名字是相反的 然后还有件事情就是地底的地形 跟地面的地形也是相反的 比方说双子山很高 地面上的双子山很高 地底呢 地底的地形就是很凹陷下去 地面上很高的地方 地底就是很低 这样子 好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去找洛贝利 我们可以看到 旁边有一些营火 这边有一些营火 这边有一些 洛贝利的调查 他说西边发光了树根 你就看这附近有什么 营火 应该很容易看到 下面一个营火 我们到底要往哪边走 可能完全不知道你要往哪边走 如果你没有看到营火的话 没有看到任何的线索的话 我告诉大家 其实洛贝利在这个地方 洛贝利在 我开地图以后 按向下左右键的上键 开到地面 其实洛贝利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先开 这个神庙的原因 然后才来解今天的任务 那洛贝利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怎么去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附近 定个大图钉 在地底探险的一个技巧就是 如果你在地面上 你知道这个神庙在这边 你定个大图钉 然后你按B返回以后 虽然你现在在地底 但是你看你的地图 你看你右下方的地图 你右下方的地图 还是地面上的地图 而且还可以又显示那个大图钉 所以我们就可以照着那个大图钉的方向 去找洛贝利 就是 往我们刚才标的大图钉 红色大图钉的地方 你就可以找到洛贝利了 你看到那边有萤火在那个地方 代表我们走对路了 这边还有很多暗影火虫 我来把他抓一下 我随便抓一下 我没有要把他全部抓完 好这样 我就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走对路了 这边有洛贝利的一些资讯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已经看到树根了 也就是我们有红色地图钉的方向 所以大家什么时候如果迷路的话 就看地面上的地图 这样 看地面上的地图 然后按B 现在小地图就显示地面上的地图 这样子找的话 比较方便 然后接下来就很暗了 我们来发一些光链花的种子 下面有很多资源 有炸弹花 然后最主要是可以挖到很多矿石 矿石可以拿来 升级你的电池什么的 所以没事可以多探索地下 旁边有一些怪 那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在地底的怪 如果打到你的话 你没有办法吃东西回去 比方说 我让他来打我一下 我攻坏掉 比方他现在打我 他打我以后啊 我受伤了 我就是地底的伤害的话 你没有办法吃东西补血 比方说我现在有两个心 已经变灰色了 然后灰色的那个心呢 是那种裂掉了灰色的心 这时候如果我吃苹果的话 你看 我吃苹果的话 他会说 无法造成 无法恢复脏气造成的伤害 如果即使我吃了下去 也没有办法回复心 那要怎么样回复这个 地底的这种 破裂破碎的心呢 你就是要用 向阳草来做一个料理 如果用向阳草做料理的话 就可以回复你的 地底的这些破碎的心 因为那向阳草在哪边拿得到 向阳草在 空岛可以拿得到 所以在空岛上面 如果你看到向阳草的话 就多拿一些向阳草 就用向阳草做食物 做一些料理 就可以恢复你的生命值 那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恢复生命值 就是你找到树根 你去调查新的树根 就可以恢复你的生命值 像我现在要去调查新的树根 我就在前面 我这地底才有这个 混烟雾蘑菇 地底有很多 很好的资源 它就是希望你常常来地底 地底最重要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矿石 我在录影 我刚才就没有采那些矿石 那如果大家再来地底的话 可以多采一些矿石 那些矿石可以 那些矿石可以 让你换一些电池 那你的佐纳屋的那些道具就 比较好使用 不过一下就没电了 那我在录 萨达达达达达达王国之类的话 我应该会把地底的 所有的塔 应该说所有的树根都开起来 好 刚才我没有讲过 如果你想要回复生命级的话 你就是吃下羊炒作的料理 或者是 去调查树根 像我现在来调查树根 叫我又把这附近的地图开起来 就像我讲的一样 如果现在我们生命级已经回复了 那些破碎的心已经不是破碎的心了 我们就可以吃我们的食物来补我们的心 像我现在有野菜饭团 然后吃一下补一下血 好像 如果现在你看地图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个树根叫做 伊亚斯斯之根 所以地面上的神庙叫做 斯斯亚伊的神庙 看地面上 应该会有斯斯亚伊的神庙 名字是相反的 所以再一次的 跟大家讲是 地面上有神庙的话 地面下就有树根 那地面下树根可以 如果你开启树根以后 你可以直接传送 但是我们不要传送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找洛贝莉 你来到这个地方以后 你到旁边就会看到有火 还有洛贝莉的身影 跟洛贝莉讲一下话 没错 我们终于来了 蜜有个东西好像又看一下 就是这个 两竹站立必举起单手这个姿态 不觉得很像乔西亚说的 画在碎片上面的画像吗 现在正是照相机登场的时候 照相机跟海拉鲁图鉴功能都被锁住了 他要帮我们解锁 这样我们就开启照相机的功能 我们就来拍一下照 这就是乔苏雅想要看到的照片 用照相机拍到了人形雕像的话 就hurry up 要赶快去做什么 快点让他看看 知道了 有拍到very good的照片吗 有拍到very good的照片吗 有拍到very good的照片吗 然后要我们也回去监视堡垒那边 不要让乔苏雅等太久 讲大家可以多探索地底就对了 那如果你探索地底啊 你就是快要没有血了 你的生命值快要结束的话 你就是把自己传回 你就是把自己传回地面 然后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如果你损失生命值的话 那我就 来回去找 乔苏雅了 不用怕他们 他们其实很弱 他们其实很弱 然后你还可以补血 这附近真的很多可以探索 就是地底有很多可以探索 这游戏真的很大 然后这些 矿石啊 踩了以后你就可以 去换你的电池 不过好像要很多很多 佐纳尼武很多很多的矿石 才可以换一个电池 应该就是鼓励你 常常来地底下 来采矿 好这样我就稍微打下怪 那大家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用我讲的方法 地面上有神庙的地方 你就往那个地方走 在地图上面标个地图钉 我在看这边到底有什么东西 哦 这边有个炸弹 好险我没有把它打破 好这样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传到 这个堡垒这边 监视堡垒这边 然后我们来去找乔书亚 给他看我们照的照片 来给乔书亚看照片吧 就是这个 碎片上描绘的就是他没有错 他到底是谁 这可是大发现 也就是说地底曾经有人存在 只要继续调查 应该能找到蛛丝马迹 得快点继续调查 不过在那个之前 他有东西想要送给我 他在地底发现的 佐纳乌文明的遗物 给我们矿石 我们很需要矿石 这样我们就解开了拍下地底人的主剧型挑战 那这是这一集的萨达传说王国之类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 我们要去天空冒险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